这是华国封葬礼上的感人一幕 2008年 华老与世长辞 在华老的遗体告别仪式上 除了众多国家领导之外 礼堂外的广场上 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百姓 作为我党曾经的最高领导人 华老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1921年 华老出生在山西郊城的一个工人家庭 父母原本希望他能好好读书 然而全面抗战爆发后 华老却毅然的加入到了 郊城县抗日游击队中 并为自己取名为华国锋 有抗日救国先锋之意 新中国成立后 华国锋因革命时期的优异表现 被调到毛主席家乡湖南湘潭任职 一干就是20多年 任职期间 他一边学习 一边渗入农村做调研 在他的带领下 百姓们的粮食产量都翻了一番 不仅如此 华老还大力支持袁隆平的杂交水稻 正如袁老所言 没有华老就没有杂交水稻的今天 1971年 华老被调到中央工作 那么在此期间 他都做了什么呢 为何让民众如此爱戴呢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是华国锋人生中的转折点 1955年 华国锋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 其有一说一的作风 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后 主席一直在默默关注着华国锋 上世纪70年代 华国锋正式被调入中央工作 毛主席病逝后 小组织越发猖狂 华国锋顶住重重压力 联合叶帅 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 拨乱反正 维护了国家的正常秩序 获得了全国人民拥戴 然而工程名就之时 华老却选择辞掉所有职务 过起了退休生活 此后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 虽然在位时间不长 但华老为国家和人民做出的贡献 是实打实的 百姓们也从未忘记过华老 正因如此 2008年华老去世后 很多百姓都自发地前来为华老送行 大家有的举着横幅 有的举着华老的画像 其中最显眼的是一位 50岁上下的中年男子 拉起的黑底白字的横幅 短短16个字 却让人感慨万千 那么横幅上究竟写了什么呢 这位男子又是谁呢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我们接着往下看 她是特殊时期的伟大领袖 深受人民的爱戴 2008年华老去世后 很多中央领导都出席了她的追悼会 要知道那时华老早已隐退多年 而且还正赶上北京奥运会 可领导们却能如数出席 可见大家对华老的敬重 除此之外 在礼堂外的广场上 还有无数人民群众 自发前来为华老送别 他们自发地拉起横幅 举起画像 而在这群群众当中 有一位50岁上下的中年男子 虽然大家都不知道他的身份 但他举着的横幅却十分显眼 上面写着 顾全大局 胸怀坦荡 风功卓著 英明永存 短短十六个字 却让在场众人泪流不止 这十六个字 无疑是对华老一生最精准的总结 华老一生都是以国家大局为优先 每一个角色考虑的 也都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从来不在乎个人得失 然而这样的一位 心系民众福祉的领袖 又怎能不受民众爱戴呢 那么对于华老 你了解多少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